苏老师 我想吃啥 我想当一会喷射战士 华兰斯吧 老吃西式美食 我们要吃点中国传统美食 黄米鸡吧 怎么又黄米鸡了呀 愿意吃白白吃 我晚上还有COD呢 万一吃华兰斯拉肚子怎么办 我们要吃点热热带汤的 请 打游戏 别胜负 谁怕谁啊 字幕志愿者 李嘉宝 王位 他只是草木 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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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健哥 那開頭整些花火 展示一下今天的主角的分屏功能 今天要介紹一款定位比較適合辦公檔顯示器 FILIP的328PUVU 先簡單介紹一下基本參數 32吋 4K分析率 刷新率數於60Hz 色深10bit 支持HDR600 灰階小英尺4行動 是個VM面板的屏幕 官方給的色域容積是138sRGB DeltaE小12 我們實際測出來的色域如荼 其實色彩這塊不是特別理想 顯示器支架覆蓋了各個方向的調節 18厘米的升降 90度的垂直旋轉 正伏170度左右旋轉 副補到正20度的撫氧調節 這個支架可以說是調節的相當靈活了 不過安裝過程依然是零螺絲 零螺絲 OSD是FILIP的老設計 需要的功能都比較好找 但是觸摸式的按鍵機器容易誤觸 又因為沒有按鍵反饋 所以你按錯位置也不知道 使用USD設置的時候 老是要手滑到會關機 有些煩人 這塊顯示器最大的使用功能 其實在於它的IO 顯示輸入一共有兩個HDMI 2.0接口 一個DP1.4接口和一個Type-C接口 這個Type-C接口還可以作為HUB上行 轉接出來四個USD 3.0接口 其中兩個還在快充 以及最後的RJ45千兆網線口 以及音頻輸入輸出接口 相當於這個顯示器是自帶一個HUB的 可以給一些接口比較少的輕薄本去拓展接口用 比如說我們上期做了 關於微星增絕筆記本的視頻裡就有提到 如果說筆記本是支持Type-C 供電和視頻輸出的話 就可以一根線解決 那平時把鍵鼠網線什麼 全接在這個顯示器上 手機充電也插在顯示器上 反正也是有快充的 辦公室裡的話 只用顯示器一根電源限進 筆記本也是一根限出 非常的方便快捷 不用擔心線多導致辦公室變成盤司動 顯示器的Type-C接口是支持BD輸出的 最高60W輸出 基本可以滿足大部分輕薄本的供電了 如果說你的工作是文檔處理類的 需要大頻和高分頻率 又沒有很高的算力要求的話 那上面這道方案應該是非常適合的 那有一點需要注意 如果說你只用一根Type-C走視頻輸出的話 顯示器的USB-C接口就會運行在2.0的模式 開啟3.0的話就會變成4K30Hz 不過顯示器後面的接線一般 就用來接接鍵手之類的 因為要插U盤硬盤這個的話 還是比較麻煩 2.0的話其實並不是特別影響 那這個顯示器還有一個比較實用的過程就是分頻 它有兩種模式 一種是畫中畫 不過這個模式下的負屏畫面實在是太小了 不是很好用 而第二種是對半分 那左右各一個8G9的屏幕 你可以接上兩台設備 比如說你辦公室的彩制機和你隨身的筆記本 再搭配一個支持多設備連接的鍵鼠 比如說邏輯的某些型號就有 又可以在一塊屏幕上進行多平台跨設備的辦公 那至於視頻開頭的那個分頻打印式呢 還是僅供娛樂 因為微頻的話拖印比較明顯 而且還只有60Hz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不知道聽我們介紹 你是否會去購買這款 Philip的328PUVU這款辦公顯示器 有關給觀眾別忘了點一個小鈴鐺和點個贊 因為我們是全球YouTuber 你們的點贊對我們非常重要 如果想了解更多電腦資訊的話 也可以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 潮玩客CLFK 如果想購買電腦的話 也可以看我們的淘寶店鋪 潮玩國度數碼 或者淘寶所有商品潮玩客 這裡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們下期再見拜拜